選舉進入最后的改端 每一位候選人都積極正出民眾的支持 其中的政策也是去民眾的選舉 不過其中就要注意這個選擇也很多 就要送料好還要送料卡 其餘候選人跟鳳姨和蔡小薇 就推出應有自己資料的手機 讓民眾在立場生活裡面也會使用 更加候選人的認見 在這次選舉的時間是剛才越接近 候選人為了起民眾的安庚 也紛紛推出各種特別的競選選舉 其中新豐富的議員候選人郭鴻宜 這次推出涼湯和蝦小薇 在水吃麵的競選選舉 甚至有這些特別的手機架 希望透過使用的競選選舉 提升民眾對候選人的影響 你要看這是一個手機架 我們阿伯組合之前 是一個平的一張小小的一張紙 它可以這樣放手機 放在桌上非常好用 也可以放我們的文選 我們文選品可以放在上面 其實選舉現在這麼久了 大家有一些非常創意的一些文選品 其實鴻宜都一直在琢磨在這個地方 讓這些文選品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使用得到 而且很方便 方便我們每一個民眾 能夠拿到這些東西會喜歡 不會拿的就丟 這個東西可以好好的吃 這個手機架可以在家裡面好好的用 藉手機架的文選品 喜歡核酸林蔡曉薇 也有提出學校的校園 除了給那麼多民眾 可以認識核酸林 也希望將競選校園 變得競加使用 因為現在一般的候選人的競選文選 都是口罩啊或者是面子 那其實大家知道現在都是人手一級 所以呢我們的競選團隊呢 也這個有新的創意 希望可以這個透過手機架的部分 更加凸顯或者是讓大家記得 小薇是禮盒 然後韋哲市長是五號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手機架的文宣 可以邊看手機 然後邊看小薇跟韋哲市長 透過競選校園 來去民眾的安庚 讀了上高好也要上高卡 只要可以在校園上面 典現好選人的作者 就有機會 加清選民的英雄 盡出更多的支持 既然各位總括報道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